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仍然有一列功能按键 工具 我们先不管它 我们看现用等级这里 这是之前我们曾经使用过的 在我们入门小例子里面 使用过的历史记录在这里 我们点击选择 同样左侧这里都是一些历史记录 我们找到目录 当然这个目录如果是你没有安装过插件 它肯定是会选择这个Maren的LongSearch 这里是我安装了安装包 这个安装包是在登记公司的官网或者是在制造商这里 或者是可以在我们QQ群里面直接下载 不用那么麻烦 所以所有的素材都在我们的QQ群内 我们双击这个OPP照明这个插件 刚才我打开过了 我再重新演示一下 双击OPP照明插件 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列表 我们选择哪个呢 China 然后产品搜寻 我们看 这里有射灯 有很多射灯 对吧 好了 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个之前我们做的平面图 这个灯具布置图 这里面有五款灯具 L01 是固定角的7W 3000K 24度 02是可调角的7W 3000K 24度 03是3W 24度的小射灯 04是9W 桶灯 05是灯带 在入口处这里还有电视机两侧 还有这个小桌子这里 都是用的这个固定角的7W的 其实这里用9W也可以在酒店 如果你找不到7W的话就用9W吧 还有这里 吸水间这里也用的是7W 那我们尝试一下 这里我觉得7W有点小了 我给它更改一下 这也就是说明为什么我们要用这块软件来验证的原因 好 我们在这搜寻 输入关键词9W 9W 我们看它搜出什么 汇车 还真有这些都是9W的是吧 但是好像看不全你往后拉一下 这隔山方形的 有没有圆形的呢 这款 这是无边框的是吧 9W 36度的这个是 有没有24度的呢 找到有没有24度的啊 这个上系列 好像刚出来不久 3000K 24度 但是这个是无边框的 其实我个人 不是很喜欢用这个无边框的啊 那我们就勉强用一下吧 它的光效还挺高的 776W 每瓦 3000K 24度 好了 这时候我们点击左下角一个在DELUX内使用 点击这个小按钮啊 鼠标转了一下 然后没了 没了之后我们回到DELUX软件看一下 哎 这时它被发送到了我们这个现用灯具这里啊 就是意思它用这个插件导入到软件了 好了 我们回到平面图啊 我们看有L01的地方有哪些呢 像这个桌子这里这个小射灯啊 我们点击置入单个灯具啊 在这点一下啊 这个小射灯就进来了 我们看一下3D视图 哎 在哪呢 在这啊 这个小射灯 这个时候有些朋友会有些疑问 就是我们这个鼠标滚轮滑到一定程度它就往前滑不了了 是吧 走不了了 退到一定程度它也退不了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想继续前进怎么办呢 除了可以这个回到 放大这整个场景的位置啊 然后再一点点去调 还可以利用键盘上面的ASDW 主于ASDW 这玩过游戏的人应该知道 我们什么穿越火线呢 什么CS啊 防护精 还有吃鸡 这几个快捷键都是行走的快捷键 是吧 是不是很好玩 好了 我们选中这个灯 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在右上角这里 手电视这里有个显示选项 我们点击一下它 在倒数第二项有个显示灯光可视化 我们看一下 点击一下它 这个时候 哎 我们看这个灯光效果 它有个预览 对吧 但是预览的渲染效果呢 并不是很完美 它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去预览 然后这个选中这个灯的时候 右下角出现了这个灯的发光示意 代表它是聚光的射灯 是这个影子 我们看 这个照耀这个桌子 这里 这款纠网的射灯 挺漂亮 是吧 现在我们初步的小目标达成了 但 这不是最终渲染的 因为看到 我们看到很多光还有锯齿 好了 除了选择这个预览这个效果 灯光发光效果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 在左边左边 有个显示配光曲线这里 点击一下它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 红蓝相间的配光曲线 红蓝代表是这个蓝色代表的是 这个光墙发光的这个出光示意 红色代表的是一个半光墙面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 当然这个配光曲线我觉得不如之前那个 黄色的铁丝好看一点 这个搞的红蓝 不知道是想表达什么 不管了 反正是代表配光曲线 如果不想看到这个配光曲线 我可以把它关掉 这个配光曲线旁边还有个显示 LEO设定 LEO设定 是代表什么 很显然它是代表出光的 这个方向 出光的方向 之前没有这个的时候我们可以 只能通过这个配光曲线的判定 这是从7.0之后就有了这个更新 是6.0还是7.0 忘了 如果不想看到也可以把它关掉 这个显示选项有很多 好了 我们再次把显示选项关掉 那这是我们小桌子这里布了 那这是我们小桌子这里布了 L01 我们这里还有这个走廊这里是吧 我们也是利用自如单个灯具 L01 给它放过去 如果觉得很不好失去这个移动的范围太大 我也可以同样按住Shift键 这样就可以慢慢的去移 然后这还有一个跟它一样的 我们怎么办呢 除了利用点击自如单个灯具 我们还可以利用Ctrl C 就是复制粘贴 在原地Ctrl C Ctrl V 复制粘贴出来一个 你看 对吧 你怎么知道复制粘贴出来的一个呢 你移动一下就知道了 注意这时我是按住这个绿色的键球 它就只能在这个纵向上来回移动了 好 你看 我是不是多复制出来一个 这是走廊这两个灯 这个Deluxe 10.0版本呢 它修改了一下 最多你选中一个灯具的时候 它可以同时预览十个灯 但是预览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 但它可以同时预览十个灯了 之前的版本都只能预览一个灯 所以这是10.0版本更新的一个很大的地方 注意这里是不一样的 好了再回到平面图 我们看一下 这电视机两侧还有两个L01是吧 这个房间灯 那这两个灯呢 我除了用刚才讲的方法 置入灯具和复制以外 我还可以用直线排列 当然还有矩形排列 比如说我们做教室会议室这个照明的时候 灯比较多我们就可以用排列 好 这里只是个参考 用直线排列 之前我们好像讲过是吧 这个排列 选择这个最后一个对齐方式都在中心 当然这个灯也没有多大 灯具的数量是几个两个 我们在这个灯的位置中心点一下 然后在这里再点一下 你看这是这两个灯是不是进来了 这个排列是不是很快 当然是它比较适用于比较规则的地方 当然这个排列的话你选中一个 它就不能被预览了 我只能再次选中了这个排列之后再次单击一下其中一个灯 就这个单个灯就被选中了 所以排列就有这个缺点 这是这几个灯 我们看 都可以预览到了 是吧 这桌子有个台灯 台灯一会儿我们再去找吧 好了 这是这个四个L01 我就都不是好了 这就是利用我们这个插件 插件去选择这个灯具 是不是很简单呢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去调整一下灯具的参数 那我们下节课再讲 拜拜 拜拜 来吧